老八聲響車雲霄 台北市仁愛路上整排停滿 遊覽車集結百人百車抗議 因為交通部規定明年6月開始 強制全台遊覽車安裝GPS定位系統 並增設駕駛刷卡機 引發工會強烈反彈 我們是車主車 車子是我們的 可是以我們中華民國交通部的規定是 我們只能靠航 財產權是屬於公司不屬於我們的 你不覺得問題很大嗎 再來 他所謂的公司應該是針對所謂的勞工 那我們是車主 我們是老闆 那請問一下還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公司嗎 投榜布條發出怒吼 不滿新規上路後開銷負擔增加 就是因為這一顆小小的GPS 安裝在駕駛座 掌握路線動向 工會並不反對安裝GPS 但要求讓業者自主管理 而非有指定平台掌控資訊 駕駛工時部分 以勞機法變形彈性公時管理 並落實司機教育強化訓練 認為GPS已經有兼具記錄司機公時的功能 另外再加裝打卡機根本多此一舉 尤其全台有14000台遊覽車 新法上路後強制業者設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若不從就裁罰 質疑交通部到底是要解決問題 還是賣科技產品呢 那你又在這個刷卡機又要跟我們收費 然後每一個月刷卡機的部分又要跟我們收管理費 我認為說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一直在我們的口袋一直在掏錢 一直在掏錢 刷卡機的部分 這部分呢會有後續有公路局 公路局大概有原來的規劃裡頭就有相關的一個補助 那兼具這個所謂三級品管是駕駛人公司跟監理部門的一個管理的方式 對於共同維護這個交通安全是至為重要 交通部堅持讓遊覽車安裝GPS 但會補助刷卡機 有堅持也有退讓 頗有衛星政策 尋求解套的意味 明視像高載宣傳播和台北報道